大家好,歡迎身體全日總見 我是李慧儀,這日環節嘉賓優,Samuel Samuel,你好 Hello,Kimi 和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況 看到內地股市是個別發展 戶芯300指數收補4760點升9點 深圳成份指數收補14086點跌7點 上證綜合指數收補3361點,跌19點 港股方面,收補25473點,淡387點 國企指數收補9071點,升191點 大股成交有2813億 Samuel,看大股,看到港股跌了三日兩千多點後 今天終於彈上了一點 今早上半場,穿過2500元,會不會下半場 回來都比較差,又看到它再轉向 市場衝敬中央會不會舊市 彈上了一點 騰訊也試過見過422元這個低位 但收市又轉燈 今天市都幾飄忽一下,但都彈一下 後市還可以怎樣看? 暫時是否跌定了,這件事都比較難確實 始終去到一些重災區的位置 例如騰訊或美團 今天仍然在創一個52週的新低 所以會不會仍然靠這些股份 尤其是科網股和其他受政策的 例如物館股或醫藥股 會不會之後都會繼續有一輪的跌落呢? 這件事很難去預計 始終現階段來說 除了一些政策的憂慮 需要考慮它們的股值 或者盈利狀況下調之外 亦是比較憂心的 就是一些外資需要撤走的問題 始終過去這兩天 都有傳出美國的一些基金 或者一些投資的公司 未來可能被人限制 不能在香港或者一些中國的地區 做一些投資 所以你會見到 你說過去這兩天 尤其是昨天來看 在成交量或者資金流方面 需要叫做憂慮一下 昨天雖然你說跌了過千點 亦是叫做超量的成交 昨天也叫做三千六百多億 但是其實北水的淨流出 昨天只有百多億 昨天只有十多億 所以就會發覺有機會是昨天 其實除了北水之外 有大量的外資 昨天已經開始沽貨出來 所以你說這件事 會不會反映了 已經有第一步的外資撤走的情況 是叫做需要留意的 今天來講 那個成交量方面 都是叫做值得關注的 你說整體來講 大致上二千八百億 其實都不少的 但是你說北水 反而在今天反彈的時候 有叫做有一個流出增大的情況 今天流出是超過一百三十億 所以為什麼昨天你說大跌市的時候 北水就沒有什麼一些淨流出 但是今天你說反彈些少的時候 北水淨流出又突然之間加大了呢 那會不會你說可能都是叫做一些獲利 就是趁高沽貨的一些情況呢 所以暫時來看的話 買入的動能 不算是叫做太多 而且你說過往一些 你說超跌的股份 反彈的那個力度 不是真的叫做算非常之足夠的話 短線來說 要博的話 都盡量是叫做 需要叫做適可而止 恆指呢 近期你說可能那個 那個圖表形態方面 都是叫做一直試近一些近期的低位 雖然你說今天叫做 輕輕守住二萬五 但是整體 可不可以作為一個比較重要一點的支持位 都需要叫做再往多 起碼一兩天 才叫做決定到 尤其是今晚 美國這兩天 美國會叫做有議式的會議 還有之後明天都會叫做期結 所以 市況都仍然叫做比較波動 你說要在這些位置 做一些短炒 或者一些薄反彈的動作 可能短線來說 都是叫做比較投機一點 那你說向下看的話 今天下午提過 如果你說真的要 市況真的叫做二萬五守不住 比較悲觀一點 要一路去回補之前遺留下來的一些上升裂口的話 其實11月4日 或者11月3日 都是叫做做了一個 少少的上升裂口 在這個位置 但暫時叫做未補到 那如果你說真的要補上 這個剩下的上升裂口的話 有機會就叫做要回到 二萬四千五左右的水平 那這一樣東西 大家需要叫做留意一下 但是你說如果現階段 暫時今天都叫做 有個輕輕的反彈的話 可以叫做看一下 這個動力會不會叫做持續到 RSI今天可能由23 就是你說剛剛反彈去到 大概30左右 雖然叫做有個超賣的情況 但是你說反彈的動力 如果你說一天都未去到50的話 都未能夠確認一個轉勢的 所以你說 只看可能你說要計他們一個 黃金反彈比率 只量他們一個技術性的反彈的話 都盡量是比較小注一些 或者你說盡量都是 可能做一些即時的操作 那你說看著0.382 就是你說近這幾天 跌得這麼急的時候 一個跌浪開始叫做反彈 38%的話 大概有機會回到 二萬五千九 大家都留意剛才Samuel所說的因素 意識會議和奇傑 都看了用品股 看到今天都齊齊反彈了 看到李寧昨天跌了1.2% 今天彈了 地海秀市升1.5% 安達和特報都分別升1.5% Samuel現在的奧運熱潮都非常容易控控 大家都經常討論 會不會趁熱潮 你剛才都說過 建議超短線的操作 那麼這個板塊又可不可以這樣 暫時你說可能駁它 不是真的叫跌穿之前一些 低位水平 或者一些移動平均線的話 基本上短線可以叫做駁一駁 駁它炒回一個上落 上去之前近期的高位 你說可能李寧為例 如果當它守得住50天線的話 可以駁它彈回到90元留上這些位置 大致上是升多 你說大約一成左右 基本上都已經完成了近期的 反彈目標 你說有沒有機會回到之前破頂的位置 你說超過100元 相對來說比較難一點 始終過去這幾輪 他們跌得比較深的期間 其實是有一些廣州的零售商 或者一些經銷商 是出到來有一些消息說到 現在那個市況開始叫做有些少的轉變 就是你說一些內地的零售的一些消費者 開始叫做買一些外國的品牌 譬如你說Like 或者你說Editas 這些這樣的品牌 開始叫做買回 所以變成了他們在折扣方面 接下來這些國產的品牌 可能要加回大一點 才叫做可以搶佔客源 他們的你說之前叫做愛國品牌 一直有一些愛國情緒的 這些這樣的氣氛 或者一些的嘲諷 在6至7月開始叫做慢慢消散了 所以就反映了過去這兩星期 他們的股價開始叫做出現了一個 比較明顯一點的調整 所以暫時你說 假設真的叫做 駁他可能在奧運這一段的時間 炒一炒這些投資氣氛的話 就當他是一個上落市這樣炒 接下來你說 是不是真的叫出現一些 你說國內的品牌 可以跑贏到一些外國的品牌 都需要叫做再檢查一些渠道的數字 但是暫時你說 剛剛一個月之內 就沒有那麼快其他的update 所以就純粹叫做炒一炒的氣氛 看看那些錢是不是真的叫做肯跟 目前來看 他們的RSI方面 反而叫做比恆子來說 都算是叫做強的 所以你說 一些體育用品板塊 可以叫做短線 輕輕叫做炒一炒 起碼他們就沒有算是一些 政策的重災區住 大家都參考剛才Samuel所說的意見 都看物館股同樣跑出 看到他們各自有些不同的消息 例如碧桂園服務 他就說計劃中期業績之後 會找機會回購回 最多升超過兩成 收市都升到一成八 至於旭輝永升服務 預料上半年會賺多五成半 亦都計劃會回購股份 亦都升一成九左右 蠻生希望服務 亦都預料上半年會賺多八成 升兩成半 看到他們的升幅都不少 Samuel 看到不少 之前這個板塊就說比較弱 會不會現在好像這個 物館股有轉世的跡象出來了 還是已經開始轉了呢 暫時還未正式轉世 純粹自從星期五開始 整個板塊會跌得比較急 其中一個原因 除了內地對於內房的槓桿 以及物館裏面 他們在消費類的收費方面 可能有一些監管之外 另外一樣東西 都在怕外資 尤其是大隻的物館股 有機會在外資開始拋貨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你說五點半之後 你說一些北水流出的情況 會不會真的在 互深港通裡面 這些物館股 有機會出現在榜上 看看會不會真的 反而這些北水沒什麼沽 但是你說 發現可能外資在沽貨的情況下 的確是有部份因素 可能會怕外資 所以需要逐步在這一堆 中國公司裡面進行一些減遲 但是暫時 這個消息其實都仍然是未經證實的 所以純粹就是一個恐慌的情緒帶動 但是你說 無論是怎樣都好 如果有第一筆錢 開始出現 抛售沽貨 然後牽連了 有部份 你說一些斬倉的壓力的話 令到近期的市況 的確是比較偏弱一點的 所以要彈的話 其實又未是真的叫做彈得非常之多 或者都未是真的叫做 一下子 可以完成到整個技術性的反彈 你看到碧桂園服務 今天來講都叫做捉住條100天線 就是說你說 62元這個水平 其實今天大致上 已經是叫做企不穩的了 收市都是捉住60.6左右而已 所以第一步的目標 可以看看你說 返不返得上去的250天線 當它這兩天是一個假跌出 但是你說 由今次即是7月26日 星期一開始起計 連上今天收市 已經是第三天 收在250天線底下 其實技術上來說 已經算是叫做跌穿了 所以你說 假設市真的叫做過份恐慌 或者叫做一些overshoot的情況的話 都起碼要等它 真的叫做成功 彈上去的250天線 樓上才叫做再考慮 尤其是你說 62.6左右 即是叫做再升多2元 這些水平 就是剛剛近期 這一輪的跌浪 反彈0.382的 一個首要目標 所以捉住你說這些水位 其實剩下的就不是叫做很多 我覺得你說 起碼彈上去 你說可能62元樓上 都叫做還有其他的動力 或者那些盤都未是真的叫做出現 一個這麼大的沽壓的時候 才再去考慮去追貨 始終現階段來說 市況都仍然是叫做比較錯 今天大市 都是叫做 keep 住 你說可能半日升半日跌 所以你說要真是做一些 長一點的部署的話 都可能要等到它們的跌勢 真是叫做完 有錢真是叫做再給多幾支的羊竹里的時候 那才再追下去 相對來說就會叫做安心一點 目前你說的物館股 股息上都不算是便宜的 平均都是叫做維持 即使你說這輪估壓完了 都是捉住你說可能25至30倍左右 那就未算是叫做非常便宜 當然你說比之前來講 已經不算是叫做最貴的那段時間 但是你說市況之後 會不會叫做 keep 住 沽回這一類高股值一點的增長型股份呢 需要叫做看多一段時間 暫時這兩天 或者你說今天 可以當它是一個輕輕的技術性反彈 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叫建屋的底 我覺得可以叫做再給多一點時間觀望一下 是的 雖然今天的物館股都彈一彈 但Samuel就不認為是轉世的跡象 如果想追求的話都要看定一點 根據剛才所說的那些原因 也感謝Samuel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申報一下 剛才提到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這個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再見